大家好,我是邱饼,我现在在陕西宜君县之里 我们前两天去看了唐僧,就是玄奘最后晚年生活的地方以及园基的地方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个跟玄奘有关的故事 1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去看看,就在我们前面一点点 我们知道玄奘最后生活的地方是玉华宫 那个当时是李世民的行宫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个地方当时是唐朝的御马场 因为唐朝有很多骑兵养了马 所以这个地方是专门养马的地方 也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看西游记或者看其他电视剧经常会说到菩提树 还有一个梭罗树 我们现在眼前前面那个树林里面就有一棵梭罗树 这个是现存的唐僧玄奘,亲手种植的一棵 只有一棵独一无二的 这个上面就是售罗树 然后这里有一个售罗树的介绍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从我们现在视频里面就能看得到 这棵树巨大无比,1300多年 走进来看一下 搜罗树 七叶树 整个这个树大家可以看一下 高度很高啊 大概高二十余米 那个胸围三点八米 大概整个占地的就是这个树荫围起来的大概是600多平方米 1360多年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棵梭罗树的由来 我们说一下 公元645年 玄奘法师就唐僧 我们常说的 取经 千辛万苦的从天竹国 就当时的印度 学成归来 就是我们说西天取经成功了嘛 这个大家看西游记有这个形容 他从那边回来之后 当然带的不止经书 还带了种子 就是我们说罗树的种子回来 总共是带了三颗种子 当时李世民在玉华公避暑 因为那个玉华公是李世民的行宫 他得知玄奘回来之后 就立即召见玄奘来见面 当时我们常说的招林六郡 李世民的一匹很喜欢的马 就我们常说的病危 没有办法 那个玄奘就献上一颗梭罗种子 沿成粉末 给马喂下去了 结果马上痊愈了 李世民就非常高兴下令 将这个梭罗树种子种起来 这两个都是玄奘 亲手种植的这两颗种子 有两颗种子 正常来讲 树也是两颗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一颗呢 仅存的一颗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玉华公那颗梭罗树 1996年遇到火 掀死了 就是我们常说的 被烧死了 所以我们眼前这一颗 是仅存的一颗 就是唯一的一颗 由玄奘 亲手栽种的梭罗树 这个梭罗树是这样的 五月开花 九月成果 花白芬芳 像佛塔 像竹台 大家可以看到 果阴阴阳 半红半黄 甘如 生碧 所以说我们说 祈福 人间 忽悠众生 所以也叫做 佛教的圣树 这个大家都有所了解吧 这个看电视也经常能看得到 这棵树啊 现在也像一个 健壮的老人一样的 铁壁 铜腰一样的感觉 2016年 就是这里的 梭罗树种子 已经在 大慈恩寺移植成功了 有一点 这棵树不用思维 天然的雨水灌灌就可以 还有一点非常独特 奇特的东西 就是这棵树 每年五月份 开花的时候 那个花朵都是圆真形 就像九层的 寺庙的佛塔一样的 非常独特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 跟玄奘 亲手栽植的有关 所以被称为圣树 也被称为神树 最早的这棵树 听说是不在这里 两棵都是在御花宫 但是后面 就唐僧的徒弟 受到这两棵树影响 就昏昏欲睡 所以把其中的一棵 移植到这里来了 等于就是两兄弟 离开了一样的 在玉华宫那棵搜罗树 96年 掀死之后 他作为兄弟 就像有感应一样的 他2003年到07年 不长树叶 不开花 直到07年的秋天 才重新开始 长出搜罗果 所以这个也是 非常独特的故事 在旁边这里 还建老房子 这个当年还是居住了人的 所以说这家人 我们常说的很有福气 跟那个佛教的圣树 住在一起 每天能够看到他 现在这个当地的村民 已经搬走了 我刚才看到里面 还有洗 也就是当年这里 还有人在这里成家 这个很有意思 行 那我们这个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收到这里 收到散dı 到我们 和我们